我刚出生就被封了皇后 原是为了给老皇帝冲喜 没想到她直接被冲走了 于是我又成了太后 帝后每天抱着我红 太后乖 不哭 太子老是抢我的唐葫芦 我一哭 她便被皇帝拎到我面前认罪 作为后宫老大 我几乎都是横着走 看热闹撞上了个秀女 她横眉冷对 你知道我爹是谁吗? 我 你知道我儿子是谁吗? 我生来便是皇后 只因先帝的遗诏 大齐朝的后卫 只能出身永安宅室 而宅室数十年来 都没有女子降生 因此 老皇帝已经年过四十 都没有利后 听说我娘怀我的时候 大家又期待又慌乱 生怕又是个儿子 大约是幸运的 生下了个女儿 落地的一瞬间 早已等宣旨的公公眉开眼笑 隔着帘子在床前宣读了圣旨 这一天 我刚刚出生 就被封做了皇后 听说刚宣了圣旨 宫里就传来消息 说老皇帝驾崩了 于是我转而又成了太后 大祈朝最尊贵的女子 哦 不 是女婴 满了百天后 我正式入了慈康宫 皇帝和皇后每天都来向我请安 他们请安的方式便是轮流抱着我哄 有时候会拿一个波浪鼓 有时候是一串金铃铛 这些事我自然没有印象 都是后来听伺候我的宫人们闲暇时说起的 皇后李青瑶 有一个儿子 比我还要大上一岁 整个皇宫里 人人都知道太后娘娘最讨厌的就是太子肖无 自我记事以来 这个小破孩时常跑来和我玩闹 就喜欢扮鬼脸下的我哇哇大哭 后来 皇帝将她送去了皇子所 上午跟着师父念书 下午又去练习骑射 我抬头问姑姑 我也要跟阿妩一样吗? 姑姑摇头笑道 阿英是太后 自是不用的 不过臣会在慈康宫好好教导太后的 姑姑生得眉清目秀 是我在宫里见过最独一无二的女子 她是我五岁那年来到慈康的 听说是我的娘送来的 虽然只是个足不出户的叫尹姑姑 却好像知道这天下所有的事 我问她什么她都知道 朝堂民间的故事 许多都是她说给我听的 那天起 她开始教我念书写字 却不教我绣花女工 我听下面的小宫女说 这些东西才是女子要学的 问姑姑时 她却反问我 那阿英喜欢读书还是绣花呢 我沉思片刻 摇摇头 我都不喜欢 阿英喜欢糖葫芦 她扑痴地笑出了声 玉指轻轻弹了一下我的脑袋 我撇撇嘴 上次难得姑姑出宫办事 给我带了串糖葫芦回来 那可是我见都没见过的好东西 刚咬了一个含在嘴里 就被从外面窜进来的肖无 抢了过去 她大概是刚下了学 身后的小侍从还背着书袋 肖无好奇地抢过去 一口气吃了好几个 美滋滋地舔嘴角的糖 还得意地冲着我晃 嘿嘿 现在是我的喽 笨蛋阿英 我嘴里的糖葫芦还没咽下去 瞪着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它 张了张口 糖葫芦就掉到了地上 我咬了咬嘴唇 下一刻 变瓦的一声哭了出来 哭声响彻整个慈康宫 宫人们都传遍了 说太子殿下闯了大祸 居然抢了太后娘娘的糖葫芦 皇帝知道了 晚上就拎着肖无来我面前赔罪 我坐在她上晃着腿 抽抽搭搭地瞪着地上的肖无 她跪着还不老实 一双亮晶晶的眼眸忧愿地盯着我 在皇帝的威逼下 才咬牙开口 孙儿知错了 以后一定给皇祖母赔上十倍 皇帝也供身子对折我行礼 儿子教导不言 请母后息怒 虽然不大清楚 息怒是什么意思 但看见肖无一脸忧怨挫败 我就高兴地拍手 这一年 我五岁 眼泪还滑在眼角 流着鼻涕咯咯地笑 慈康宫的日子惬意快乐 有姑姑教我读书、弹琴、下棋 那些小宫女都喜欢围折我 唧唧喳喳地陪我玩 某个艳阳天 姑姑还兴致薄发 在院子里为大家表演舞剑 她一身红衣 在阳光下挥舞剑影 发丝在她耳边随意飘动 是那样肆意张扬 仿佛这小小天地 根本容不下她 我激动地跳起来拍手 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 众人都吓得大惊失色 我也傻了眼 没想到姑姑一个腾空纵月 转瞬便来到我面前 将我揽入了怀中 稳稳落地 我从不知道姑姑的武功这样好 她一直没有表现出来过 若不是为了救我 怕是她会藏一辈子 听宫里的老摩摩说 前朝有位叫做鹿一叶的女官 武功高强 才华斐然 只是大齐女子无法名正言顺地做官 历朝都有影位 只属皇家 最受皇上以众 这鹿一叶就是影位首领 还是唯一一位女首领呢 太后娘娘 宫里没几个人知道 您可不能往外说 听起来似乎很厉害 我想若是女子可以当官 那姑姑也一定是最厉害的女官 那嬷嬷仔细叮嘱我 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拍拍胸脯 然后转头就去问了姑姑 姑姑 什么是影位 鹿一叶是谁 姑姑难得地猝起眉头 她并没有问我是谁说的 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只是第二日 那个老嬷嬷就不见了 我私下去问 宫女们都低着头不敢看我 捅一口径说嬷嬷出宫养老了 我自是不傻 姑姑不愿意我打听这些事 她是除了皇帝皇后外 我最亲的人 宅家的爹娘亲人 我只在宴会上见过几次 并不太熟 他们很激动地叫我太后 一脸骄傲 那个爹爹胡子拉叉 穿得金贵 还叮嘱我 宅嬷啊 你要好好坐稳 这个太后的宝座 维护好宅室的百年荣耀 就靠你了 我听不懂 每每如此 也只是打个大大的哈气 困得要死 我只知道这世上皇帝皇后对我好 姑姑也是我最最喜欢的人 颖畏的是 她不说 也是为了我好 我是小孩子 没两日 这事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御膳房最近新来了个西域的厨子 做的酥饼一绝 我和太子争了好久 我炒得面红耳赤 最后他被迫孝顺 将厨子送来了祠康宫 近来 姑姑很忙 总是不见人影 皇帝皇后也好像很忙 听说是前朝有个什么王 总是惹皇帝生气 我便也跟着生气 为了哄皇帝高兴 我特意给他送去了心爱的布娃娃 那是八岁生辰时 青瑶送我的 我抱着那娃娃睡觉 总是睡得格外香 抛去安慰皇帝 小宫女们教我挽起了帆花绳 坐在长廊下 外面的雨丝时而飘落到我的脸上 凉嗖嗖的 除了总是偷偷捉弄我的萧吾 宫里的日子每日都很开心 萧吾总是没大没小 叫我的名字 大多时候叫我 阿英 生气了便叫我 宅英 她捉弄我 我也有了招数 在她又一次救我的辫子时 我跑去皇后宫里 一把抱住她的腿 娃娃哭着告状 青瑶 你儿子欺负我 满屋子都是轻轻的笑声 皇后一脸无奈地将我抱起来 命宫女给我擦去鼻涕和眼泪 这才摸着我的脸淡笑 太后乖 不哭了 入了秋 我便缠着姑姑教我武功 记得她以前告诉过我 她是有过一个徒弟的 武学造诣很高 称得上是个天才 我问她去哪了 姑姑也不说 我也想做姑姑的徒弟 比那个人还要厉害 她问我 为何习武 我咬牙切齿 我要去揍得肖武满地找牙 姑姑点了点我的脑门 笑道 阿英 你不明白 学武是为了保护自己以及身边的人 维护心中正道 而不是欺辱他人 她的话我听不懂 不过随着姑姑学了不到半个月 我就哭着喊停了 拉筋炼鼓疼得我发颤 姑姑叫习严厉 每日要举水盆在院子里扎马步 经常一个站不稳 摔倒地上 一盆水都浇到我头上 几天下来 我的腿乌青一片 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姑姑像是早就预料到一般 一边喂我上药 一边道 太厚 这下认栽了 我认命地垂下小脑袋叹道 可是我想成为和姑姑一样厉害的人 姑姑看着我 眼神沉稳 阿英 你要明白 不是只有习武才能被称为厉害 只要你认真坚定地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 无论做好 或者做不好 都是最厉害的人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过了年 我就满十岁了 皇帝和青瑶并不拘束着我 姑姑教我基本的礼仪 她的姿态优雅 气质清冷 走过来时行李往往是如行云流水一般 今年和公家宴上 我坐在皇帝的身边 尽量在王公大臣面前维持着端庄的形象 但腿垢不着地 便随意在下面晃 下面乌泱泱坐了一堆人 依次向我 以及皇帝问安 我听到下面有几个年轻漂亮的小姐在议论 那不是个小孩吗? 怎么坐在那个位子上? 有人向她解释 林小姐 那是当朝太后 莫要失了分寸 那被叫做林小姐的女子好奇的张大嘴巴 又立即捂住 偷偷打量着我 姑姑不在我身边 每年和公家宴她都不来 我身边没人管遮 又见那位林小姐看我 觉得很有趣 就突然冲她做了个鬼脸 白眼翻上天 像极了画本资里的鬼 那林小姐扑斥一笑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就被身边的贵妇狠狠掐了一把 立刻低下头 不敢吭声 我闷闷地晃着腿 却瞥见萧无对面的一个少年正静静地注视着我 那好像就是那个什么王 听说军功赫赫 近年来在朝堂上很冒奸 整日惹皇帝生气 嚣张得很 什么王来着 好像叫昭王 那少年生得俊美 明明年纪不大 一双眼睛却如潭水般深不见底 浑身散发着阴沉冰冷的气息 不知为何 我觉得她好像在看我 又好像没在看我 这种被人盯着的感觉很不好 我便转头加了一块碳烤羊肉 简直是一绝 我吃完了面前的 又想去加皇帝桌上的 磕 一旁的公公吓了一跳 嗓子都要咳冒烟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放下筷子 皇帝注意到了我这边的动静 温和开口道 太后可是有何吩咐 我倾咳了一声 眼珠转来转去 落到了太子萧无身上 他正在和身边的世家公子说笑 讨论上次去狩猎的事 说起这个我就来气 我初学骑马 他故意跑到我前面 骑在马上得意洋洋 提着刚打中的野兔 嘲讽我慢得像乌龟 他继承了青瑶的美貌 生了一副好皮囊 偏偏在我面前 总是摆着欠揍的姿态 我一心追上他 还不小心摔了下来 在床上躺了十几天 肖无还故意考了野兔 来我床前晃了一圈 满屋子都是肉香味 嘖嘖 好香 阿英 想吃吗 我用力地吸了吸鼻子 很有骨气地偏头 不吃 他倒好 直接叫人搬了把椅子 坐在我床边 一口一个来尽孝 然后捧烤兔 一口咬下 我最记仇 肖无的账 我能记一辈子 这回年宴 厂子我可得找回来 于是皇帝问我 我便看着肖无黑黑一笑 哀家瞧见阿妩桌上那道炭烤羊肉似乎不错 一时间气氛都有些尴尬 肖无的笑容更是僵在脸上 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皇帝立刻叫工人将肉给我端过来 他刚刚光顾说话 炭烤羊肉也是刚端上去的 压根没动 满满一盘子 都是我的 我心满意足地合上了手 冲消无挑眉一笑 眼里都是嘚瑟 阿妩真是孝顺的好孙子 她差点一口茶 没喷出来 瞪着我 咬牙切齿 却又无可奈何 生辰这日 姑姑为我梳头 她最近很忙 我竟有两天都没有看见她了 一旁的贴身宫女红莲一边挑选着我的首饰 一边笑道 许是同姑姑在一起久了 太后娘娘的眉眼竟都有些像姑姑了呢 我立刻趴到同镜前仔细看 镜子里的人一双姓眼 亮晶晶地 从前没觉得 许是如今展开了 发现真的有些像姑姑 只是姑姑的气质清冷 神情总是淡淡的 我爱笑 眼睛总是弯弯的 好像是爱 我扭头欣喜地去看姑姑 她无奈地将我脑袋搬正 专心梳头 等梳完了 她便将人都遣了出去 半蹲下身子认真地看着我 你呀 这样贪玩没正型 哪里跟我像了 阿英 你长大了 以后不能再使孩子心性了 这宫里看着平静 但人心复杂 阿英 姑姑不能护你一辈子 你得自己明白 要记得姑姑说的话 保护好自己 你心思单纯 不要总是傻傻地相信别人 姑姑进来奇怪 这样的话她常常说 这一回 她将我揽在怀中 说了许多 我总觉得 她似乎在交代事情 看我的眼神也充满了不舍 事实上我的感觉并没有错 因为第二日醒来 姑姑就不见了 她只留了一封字条给我 阿英 你要记得 这世上 唯有你自己是最珍贵的 切记保重 她从前说过 最想要的就是快一江湖 平天下不公之事 潇洒一生 我心底难过 又觉得姑姑这样的人 本就不该被困于这小小的公园里 于是哭了几天 便渐渐消停了 萧无之道 姑姑走了我伤心 竟然好心地给我送了一只鹦鹉 说是邦国进贡的 还会说话呢 她拎着这只鸟给我展示 没想到鹦鹉真的说话了 阿英 笨蛋 阿英 笨蛋 我满脸黑线 而萧无 却笑得停不下来 怕是嘴巴都要笑抽筋了 萧无 殿内传出一声暴怒 响彻整个慈康宫 姑姑不在的日子里 日子过得很快 我终于快急急了 听红莲说 女子的急急之礼很隆重 更何况我是奇朝太后 我心里总期待着 能收到什么礼物 宫里要大选了 嬷嬷飞说 我要准备急急之礼 不能去 我不喜欢这个嬷嬷 自孤鼓走了以后 她老是教训我 张口闭口女子典范 礼仪张成 我听得快烦死了 好不容易偷偷溜出来 没想到刚好和一个绣女撞了个满怀 我刚想道歉 那女子就推开我 横眉冷对 你是谁家的 这么不懂规矩 你知道我爹是谁吗 我也来了劲儿 鼻子一哼道 你知道我儿子是谁吗 她大概是愣了一下 上下打量了一圈我 见我个头不大 又穿着个宫女衣服 差点笑出声来 随即对我翻了一个白眼 哪来得见壁 冲撞了我 居然还敢在这儿发疯 你要是现在跪下给我磕头 本小姐说不定会给你个全尸 许多秀女听见动静 都纷纷围过来 这也算是我长这么大以来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宫外来的人 心里都有些激动 我挑眉冲面前的这个女子一笑 看见不远处的萧吾和皇帝 便昂首挺胸地走了过去 压根不理她 你找死 身后传来咒骂的声音 人已经乌鸦鸦跪倒了一片 都在高呼 皇上万岁 太子千岁 而我从一片跪倒在地的人群中 静直穿过去 走到皇上面前 于是所有秀女都看到了一个震惊无比的场景 年过三十的青年帝王 以及他身后的少年居然向我这个小丫头行了礼 太后金安 我随手一抬 眉眼笑笑地 免礼 刚刚还嚣张到天上的秀女此时目瞪口呆 表情都僵在了脸上 只喃喃了一声 太后皇帝刚让大家起身 她就直接瘫软在了地上 我大摇大摆地走到她面前 叹道 这下 你知道我儿子是谁了吧 对了 你还没说呢 你爹是谁呀 我 我爹 臣女 他吓得花容失色 结结巴巴地说不出来话 我扬起下巴笑了开怀 手上顽褶头发 天头一甩转过身 蹦蹦跳跳地便离开了 嬷嬷听说了此事 回去又是一顿说教 太后娘娘 您如今也该稳重些了 我左耳朵近 右耳朵出 只记得红莲打听的 那个蛮横的秀女 当日便被打发了回去 哭得可伤心了 一想起来 我便笑得开心 这几年 大齐一直在和隔壁的勇国打仗 其他两国也都乱糟糟的 不消停 听红莲说 朝堂上昭王萧定权风头正盛 群臣为他马首是瞻 将陛下都压得没了威势 也不知道姑姑如今在哪 会不会被战火殃及 在这样紧张的局势下 我的急激励来了 可不知为何 却跟我想象的完全不同 倒是盛大 宫里宫外来了不少王公贵妻 连我宅家的爹都来了 我娘缠绵病榻许多年 便没有来 昭王萧定权也没来 说是在边关镇守 这几年他一直在打仗 我一直没再见过 宴席上还有一位客人 是永国的七皇子 他年纪约莫三十多岁 比皇帝还要大上些 长长的胡须 眼神精明 盯者我看 这感觉比曾经昭王盯者我看 更加让人不舒服 齐朝太后着实不凡 本王带安国恭祝太后娘娘 千秋万岁 为皇家血脉开枝散叶 我眉头一簇 不明所以 我生来就是太后 姑姑也说 我此生是没有夫婿的 又何来什么开枝散叶 生孩子 不知道为什么 皇帝和皇后居然都在淡淡笑着 并未多说什么 我期待了许久的极机礼物 好像大家都不约儿童忘记了似的 只有肖无 在宴席后 来慈康宫丢了一个盒子给我 那里面是一只金簪 吊坠是只兔子 精致可爱 触手冰冷 宫里华丽首饰不少 但大都是凤凰 祥云等尊贵样式 没见过哪个簪子上挂着兔子的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那兔子长得 有些丑 也不知道是哪个工匠雕刻的 晚饭时候 皇后李清瑶来了慈康宫 她近来很少出宫门 也很少来看我 原以为她是来祝贺我吉吉的 没想到她却红着眼睛 好像刚刚哭过似的 清瑶是我的亲人 她这一哭 我一下子就慌了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只想着如何才能安慰她 李清瑶却握住我的手 一道青泪划过脸颊 柔弱美丽 太后 你知道的 勇国和大齐在打仗 如今正在议和 勇国七皇子到来 正是好机会 但议和使团 不能没有皇室坐镇 本应是阿妩去的 可陛下如今无力掌控朝堂 若是阿妩离开 说不定说不定昭王会直接兵变 谋朝篡位呀 阿英 李清瑶的眼泪落在我的手心 我有些无错 毕竟是第一次真正听到后宫之外的证事 其朝只有萧无一个皇子 昭王是大 清瑶说的没有错 如果阿妩去出使勇国 朝堂或许真的会动荡不安 清瑶和皇帝从小呵护我长大 而我身为太后 却不曾为大齐做过任何事情 姑姑也说 人活着 一定要去做有意义的事 他们都是我的亲人 我得保护身边的人 看着李清瑶含满泪水的眼神 我忽然开口 我去 我随使团前往勇国的那天 地后在城门上送我 都红了眼眶 我也舍不得他们 驻足了许久 才戴上尾帽 进了车架中 萧无没来 说是去了西边巡查 我也奇怪 打小就讨厌他 如今走的时候 他没来送我 我心里觉得气恼 暗暗下了决心 等回来以后 我定一个月都不跟他说话 使团就这样浩浩荡荡出发了 带着许多黄金珍宝 作为访问的资本 我第一次出宫门 高兴得不得了 红莲陪我坐在车里 也跟我一块探出头去看 外面的世界原来是这样的 百姓来来往往 还有几个小孩在追着一个卖糖葫芦的老爷爷 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忽然想起来小时候姑姑出宫给我买的那串糖葫芦 还被肖无抢了过去 我想叫人停下来去买 但使团的仪仗严肃 大家都在有条不紊的行路 周边的百姓侧目关注 我也只得作罢 想着回来定要买一串 可惜 我想错了 使团到达边关休整时 居然被直接扣下了 拦路的是镇守边关的招王 肖定权 扣人的理由荒谬离谱 居然是要为太后更衣打扮 自始至终 肖定权都没有露过面 都懒得理我 直接让手下带了侍女 将我关进房间里换衣 我不明所以 直到侍女从使团行礼中拿出成套的大红色婚服 我当场就傻眼 待在了原地 这时我才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义和使团 而是和亲使团 我觉得那一瞬间仿佛五雷轰顶 整个身躯都是麻木的 那些丫鬟婆子控制着我 扒去了我原来的衣服 红帘哭着扑过来想要护我 却被一个力气大的嬷嬷推到了一边 还磕到了脑袋 我吓得浑身发冷 眼泪一串串地掉 死心裂肺地挣扎 却在推嗓中被人打了一个耳光 这是我十几年以来第一次被打 也是生平第一次受到这样的羞辱 有个嬷嬷冷笑道 你还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太后呢 不妨告诉你 皇上就是要把你送给勇国那个五十岁的老头子 你就等着老死勇国吧 太后 我嘴里被塞了棉布 脸被按在桌子上 咯得生疼 乌叶地哭着 皇后临走时的眼泪 皇帝的许诺 这么多年的呵护 都是假的 所有人都在骗我 我忽然想起姑姑说的话 阿英 姑姑不能护你一辈子 你得自己明白 要记得姑姑说的话 保护好自己 可她不在这里 没有人能护着我 我心下一冷 也不知哪来的力气 猛地拔下头上的金簪 正刺中那个嬷嬷的肩膀 她嚎叫着松开我 我立刻退到角落 将胆怯深深藏下 冷冷地注视着周围的几人 双手举金簪 时刻警惕危险 一时间 人都吓得退开 那磨磨呲牙咧嘴的五流血的伤口 不可思议地瞪着我 太后 你疯了 我也故步地害怕了 一边举金簪 一边退到门口 为自己找退路 然而刚打开门 却有一只大手紧紧地掐住我的脖子 身后的人跪倒在地 参见昭王殿下 我抬起头 正对上一张冷淡如冰的脸 带着战场中人的杀伐之气 他原本神情是厌恶的 见到我的那一瞬间 忽然眼睛一亮 音意似乎被一扫而空 师父 他轻声开口 而我僵在了原地 萧定权跪在地上 拿着毛巾小心翼翼为我擦拭脸上的 以及手上的血 师父 你终于回来了 他的神情温柔地有些诡异 让我心底有些发毛 好像刚刚冷漠下令处死房间内所有人的不是他 他认错人了 某一刻 我忽然就想起了姑姑说过的那个徒弟 似乎是叫做定儿 而我的眉眼 很像姑姑 我心中燃起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如果是这样 那么此时此刻 也只有萧定权能救我 定儿 我试探叫出了声 跪着的人身躯呼得一僵 一股欣喜激动从他的眼里浮现 他忽然抱住了我的腿 将头靠在我的膝盖边 我吓得差点跳起来 师父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你不会抛下定儿不管的 他的语气高兴地像个孩子 就在这时 忽然有人在外急促敲门 王爷 太子殿下闯进来了 我心中一惊 萧武怎么会出现在边关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萧定权呼地站起了身 似乎又恢复了冰冷 他静止走到门口 还没等那侍卫再开口 竟然一刀划破了他的喉咙 你该死 而萧武也在这个时候 火急火燎地闯了进来 满头大汗 见到我 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的双眼泛红 眼底也是乌青一片 显然好几晚都没有睡好 使团出发已经一个月 他却能这么快追上来 定是日夜兼程地赶路 阿英 你没事吧 少年熟悉的身影 让我鼻尖一酸 我后来才知道萧武用刀抵脖子 才逼迫守城将领开了城门 奔赴边关 萧定权冷冷地在高位上坐下 屁逆萧武 完全没有给太子行礼的意思 我知道近年来 萧定权在朝堂上说一不二 连陛下他都不在意 更何况是一个仅仅十五岁的太子 太子这是要做什么 萧吾将我拽到身后 抬头坚定地对上萧定权冰冷的眼神 太后千金之尊 若是为了和平 将我大齐太后送去和亲 怕是要被天下人耻笑 萧定权随意地捏茶盏 在手中把玩 只要两国和平 本王倒是不在意什么名声 萧吾轻笑道 赵王叔 若是为了和平 法子多的是 何须一国太后屈尊 本宫愿自负永国 促成两国议和 我心中大惊 急切地扯了扯萧吾的袖子 这怎么行 萧吾转过头 冲我眨了眨眼睛 示意我安心 萧定权抬起眼皮 看了一眼萧吾 眼神有些晦暗不明 良久 吐出几个字 自然可以 我不同意 我从萧吾的身后走出来 直直地看向萧定权 再一次强调 哀家不同意 哀家要同太子一起去永国 为两国议和 我很少用这样的字称 但如今情势 我的身份无用 但也是我唯一的用处 萧吾脸色一沉 阿英 你不要胡闹 用国 放肆 我冷声打断他的话 语气坚定 萧吾 哀家是你的长辈 使团上下由我做主 和亲与否 也由哀家说了算 萧定权没说话 只是谋色深深地看着我 仿佛在透过我 看着另一个人 最终点了头 我猜他应该会答应的 不为别的 只为我和姑姑相似的容貌 使团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萧吾骑马走在最前头 沉着一张冷脸 不愿同我讲话 他总是和小时候一样 脾气倔强 别扭得很 记得几年前的七夕 我抢了他身上的荷包 后来又不小心丢进了池塘 他气得一个月没理我 就是那样的坏脾气 也亏得他遇见我这么一个善解人意的皇祖母 几日后 驿馆整修 我找遍整个使团都不见萧吾的踪影 最后在湖边找到了他 少年欲观树发 坐在湖边的石头上 正在扔小石子 微风轻轻吹动他的发丝 湖水泛一圈圈连衣 我走近 故作吓唬地要推他一把 结果 他好像早就听到了 一个躲闪 我便扑了个空 一头向水里栽去 啊!就在离水面不到一尺的时候 身后的衣领猛地被人揪住 将我提了起来 我长呼一口气 我就知道他就是故意捉弄我 也知道他不会真的看我摔下去 不愧是我的好孙儿 我拍了拍手上的水 故作轻松地笑道 萧吾看了一眼笑得没心没肺的我 垂下眼睛 阿鹰,你知道我在气什么? 我将手上的水在萧吾的衣服上抹干净 在他身边坐下 天上的星星闪烁 每一颗都仿佛照亮了地上的路 阿吾 天上的星星照着天上的路 而地上的人 也能走好地上的路 我生下来便注定了结局 享受着常人没有的荣华富贵 天下最尊贵的女子 我姑姑说 上位者的享乐 亦是责任 我不怪你的父皇母后了 因为这是命 但是 阿吾 有些事 需要我自己来担着 而不是一直被你们护在身后 扛不住风浪 我说完 从她的掌心 扒拉开一颗石子 然后用力抛了出去 远远的 湖面扑通一声 接着便是连衣不断 萧吾抬起头看着我 大约是从来没有见过我这样沉稳 眼里露出些许吃惊 我牵住她的手 她整个人呆在了原地 相信我 阿吾 使团在第九日到达了勇国皇都 正赶上他们的老皇帝头风发作 下不了床 我不知道这是故意下马威 还是真的头风发作 总之 勇国派了七皇子来迎接 之前的吉吉礼上 我曾见过这个人 长得一脸精明 高大强壮 他盯折我来时路上 听说这位七皇子是勇国最强有力的皇位竞争者 老皇帝时常投风发作 朝政几乎都是他一手做主 更有一件荒谬的事 就是勇国的习俗 先帝的妻妾 将由新任皇帝承袭 所以 那天宴会 这个七皇子才会用那样直勾勾的目光盯着我看 原来是这样 如今见了他 我的不是敢从心底滋生 强压下去 在他面前摆出一副端庄池里的异国太后形象 肖无在我身侧搀扶 气宇轩昂 齐朝太子竟然也来了 只是我勇国没有公主给太子 如今礼物送到 太子也可回去了 七皇子言辞粗鄙 坐在高位之上 语气傲慢 肖无冷笑了一声 我大齐并无和亲打算 七皇子怕是会错了意 那七皇子挑眉 眼睛一眯 哦 莫不是齐朝太后已并非处子之身 脏了身子 自觉不配入我勇国和亲 他这话一出 殿上的气氛几乎瞬间冷了下来 走月升戛然而止 我的指甲紧紧扣进肉里 面上一切如常 你放肆 肖无的脸色也瞬间阴冷 一下子站了起来 眼看他就要上前去回怼 我一把拉住他 那七皇子明摆着就是故意挑衅 两国实力相当 他无非就是想利用齐朝主和 而勇国主战的心态罢了 我抬起头 倾笑出声 七皇子 哀家美貌 天下皆知 一些萧小杂种济鱼 也是常有的 哀家自是不会在意 但若是今日这些话传了出去 你说天下人会怎么看 两国如今一和 并不是我大齐怯诺 是百姓祈求 民心所顺 七皇子的脸色忽然变得有些沉 他看着我 多了些打量的姿态 我继续道 民心所向 七皇子不会不知道 不妨好好斟酌言语 那我们便能接着好好谈 说着 我举起酒杯 向他微笑示意 七皇子深思片刻 最终也举起了酒杯 太后娘娘 太子殿下 请 我的手心出了许多冷汗 心底都在发抖 但在敌国境内 我只能从头到尾强装着镇定 萧吾看出了我的不安 等宴席结束 回到驿馆 她立刻前走了所有的下人 看守的都是自己人 我脑袋里紧绷的那根弦终于断了 紧紧地抱住萧吾 哭得气不成声 又不敢放出太大的声音 怕被人听到 那样的羞辱 那样的时局 那样居心叵测的敌国人 我竟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镇定自若地 说出那番话 明明心中 怕得要死 明明 萧吾拍了拍我的脑袋 轻笑道 换作以前 你早就哇哇大哭了 就跟我抢你糖葫芦那次一样 这一次我没有跟她互对 只是静静地被她抱折 感受着最后的安心 我是害怕 但我不想拖累阿妩 拖累大旗 勇国的人并非善茶 阿妩是太子 是未来的齐朝皇帝 也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这样想着 我的心里暗暗下定了主意 当天夜里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大事 勇国皇帝驾崩 齐朝在勇国也是有探子的 所以尽管皇宫消息严锁 我们还是第一时间知道了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我只得叫了萧吾前来商议 她眉头紧锁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我将茶地过去 安慰道 别担心 先喝口茶 虽然事情突然 但对我们来说 也许并不是坏事 我的话说得有些违心 如今勇国混乱 敌国使团在这里 是最不安全的 萧吾看了我一眼 静静接过茶 一口喝尽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却发现萧吾静静地望着我 烛火忽明忽暗 照在她那双琥珀眸子上 显得格外透亮 阿英 你要照顾好自己 她这句话说得莫名其妙 我呼得一愣 发现她的神志清醒 下意识地去看茶杯 就在这时 我感觉肩后忽然被人用力打了一下 接着便是两眼一黑 晕倒在了谁的怀抱中 再醒来时 我已经在一个大箱子中 外面是仓促混乱的脚步声 我想拍打箱子 但一点力气也使不上来 阿英 你要好好保重 昭王叔已经接到我的消息 在边关等候 阿英 她顿了一下 却止住了话头 此时我醒过神来 知道她是要把我送走 心里急得不行 拼命地去推箱子 所幸 箱子有缝隙 能让我看清外面 我看到肖无翻身上了马 重重地抽动了一下缰绳 便头也不回地向前去 而我在箱子里 接着那条细小的缝隙 看着马蹄扬起的滚滚尘烟 我立刻嘶哑着声音喊道 肖无 你要早些回来 模模糊糊中 我看到她回过头看着我笑了笑 然后说了声 好 她的身影映着一点点落下的夕阳 化作一个小黑点 最后渐渐消失 好像消散的云雾一般 这时的我并不知道 这一别 竟是许多年 我终究还是回到了齐朝 回宫不久 我便被关在了慈康宫 美其名曰 太后病重 需要静养 我并没有质问皇帝和皇后 虽然回来一路上都在想象 见到他们会多么愤怒 又会如何质问 问他们为何要送我去死 可是真的见到了 我也只是垂下眼睛 沉默无言 既然清楚 问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肖定全护送我回来 一路上都在盯折我的眼睛看 时而充满希望 时而又变得落寞冰冷 他问我姑姑的事 也问我为什么会叫他定儿 我一概不答 姑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的去向 他有他的天地 我便会好好守着 我的无声抵抗大约是惹恼了肖定全 他好几次都想掐死我 眼神跟一条毒蛇没有两样 但终究没有下去手 勇国和大祈最终归于和平 却不是因为谈判 而是因为大祈太子在勇国做了质子 红莲打探消息回来 我的心几乎掉入冰窖 指甲将手指扣出血来 我忽然想起 阿妩临走时的那声阿英 她将未说出口的话咽了回去 我喊着要她早些回来 她也只说了一声 好 原来她早就知道 大约从她不顾居命 追出都城的那一天 她就已经想好了 我只恨自己蠢 若是姑姑在 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从前我是宫里最天真烂漫的太后 似乎在整个皇宫都可以横走 总想着 今日吃什么 明日如何跟阿妩作对 以及和小宫女们一块裁花纸 捉迷藏 如今才明白 我只不过被身边人护着 遮住了双眼 萧定全经常来此康宫 没人敢拦 如今她从边关回来 朝堂上几乎是为她独尊 皇帝成了个摆设 这些年 人人都知其朝摄政王萧定权 而不知天子 所有违背她的人 第二天便会横施街头 听说上个阅历部上书的女眷 在宴会上议论 说摄政王出身低贱 母亲不过是个花船歌女 被先帝意外宠幸 她母亲生下她就被赐死了 一生无名无分 当天夜里 吏部尚书家里所有的女眷 包括做杂役的老妈子 全都被杀了 传言是家里遭了匪 但大家都心知肚明 可就是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疯子 竟然会虔诚地跪在我的脚下 将头扶在我的膝盖上 轻轻诉说 师父 您说过 以后想云游各国 快一江湖 如今四国和平 您可以安稳地去实现愿望了 定而做到了 您高兴吗 萧定权杀人如麻 他不择手段地促使各国和平 却使人命为草芥 这看起来很矛盾 但我知道 他要的只是一个结果 过程 他并不在意 他的声音温柔似水 我将身子最终呛了一声 以前反抗过 反而险些被他掐死 去年除夕 我意外收到了来自安国的信 夹在安国送于其朝太后的礼物中 他笔记依旧 信中也说 一切安好 我握着红帘的手 开心地笑 就是这个时候 萧定权出现了 他犹如一个鬼魅般出现 浑身散发着冰冷的气息 紧紧捏着我的下巴 我只听见一声清脆的响动 下巴已经痛得麻木了 不要再露出这种傻笑 不像他 黑暗中 他冷冷地警告 此日 红帘消失了 再也没有出现在慈康宫 他一直忠心 我被困在慈康宫 他便一心替我打探阿妩的消息 给我灰暗的生活添不多的光亮 自此的十一年里 我没再笑过一次 我开始学着姑姑的样子 冷静沉着地待人待事 并且在萧定权又一次来犯病时 抬手点了点 他的额头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语气不容置疑 我要学医 他几乎正在原地 痴痴地望着我的眼睛 眼底泛红 他二话不说 直接找了大齐最好的女医 日日来慈康宫叫我 姑姑曾说 要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成为厉害的人 我想 我找到了 萧定权再来犯病 我就拿那个法子对付他 用命令的态度 眼神清老 他就像一只可怜兮兮的狗 在我脚下摇尾起怜 叙述往事 我不知道他对姑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只能说 他可怜 又可恨 祈元二十五年 我二十五岁 这一年 太子萧吾回国 时隔十一年 我终于重新见到了萧吾 他站在慈康宫外的梨花树下 披了一件白胡大厂 玉棺树发 一阵风吹过 梨花洋洋洒洒地落下 他转过身 轻轻地笑了笑 他的身姿挺拔 风神俊朗 眉眼清亮 与我记忆中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别无二致 只是多了些岁月沧桑的沉稳气质 哎呀 他笑着 从身后拿了一串糖葫芦递到我眼前 这些年 我始终孤身一人 纵使一直坐着这太后的宝座 但如同牢笼 哪怕病重时 萧定权将我爹放进宫看我 那个我至亲的爹也只说 让我忍忍 摄政王位高权重 他若肯垂怜 可保狄家全足荣光 如今他看重你 是你的福气 而阿妩因为我去敌国为治十一年 如今回来却始终念少时 答应我的糖葫芦 我一下子红了眼睛 多年来的情绪从心底爆发 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 他拍着我的脑袋 淡淡笑道 好了 我回来了 萧定权做了十一年的摄政王 皇帝架空 如今太子回来了 自然也有不少耿直的老臣拥护政统 我小心翼翼藏在帘子后面 看他气定神贤的处理政务 与大臣们谈论国事时 总是一针见血 他归来后一直是一副忧国忧民 李贤下士的姿态 打消了不少朝臣的猜疑 私下里 他挑灯到深夜 也会用雷霆手段威逼利诱 他变了很多 我每每看到 总是很心疼 而萧定权这些年的嚣张狂妄 也有许多人不满 我想 时候大约是到了 我主动去派人找了萧定权 只给了一张纸条 写着 定儿 来见我 我的字是姑姑手把手交的 与他几乎一模一样 萧定权果然来了 我穿着一身青蓝色的裙子 端正地坐在椅子上 他几乎是眼前一亮 脱口而出 师父 我没有说好 看了一眼香炉中清幽的烟雾 然后对着他招了招手 我的寝殿内已经许久没有点过香了 如今这个叫人闻着安心 萧定权像平时一样走过来 靠着我的膝盖 闭上眼睛 这时我第一次主动叫他来 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师父 我就知道 你不会不要我的 他的声音渐渐淡去 随即整个人沉沉睡去 而我拿出藏在袖中的银针 找准穴位扎了下去 腿边的人闷哼一声 吐了一口血出来 是黑色的 他被对折我 始终将头扶在我的膝盖上 我知道 他不会回来了 他忽然有气无力地开口道 我心中一惊 他居然是醒的 萧定权没再说话 身子渐渐沉了下去 我闭上眼睛 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这些年学习药理 每次萧定权将我当作孤骨时 我都会点香 那是慢性毒药 今年成疾 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差 我今日赐了穴位 毒素迅速蔓延 看来他知道 只是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梦里 糊里糊涂不愿醒来罢了 舍阵王暴毙 紧接着皇帝病重 太子监国 不到半年 皇帝便驾崩 萧吾继位 成为了新一任的齐朝皇帝 而我 成了太皇太后 李亲遥变成了太后 她来找过我 一脸愧疚地向我解释 当年多么不得已 但最终的目的 也不过是想求我 远离萧吾 只是一切都不重要了 我向萧吾请求 传我假死 自行出宫 她待在原地 伸手想要拉我 我静静往后退了两步 其实我心里清楚 她也清楚 我是齐朝的太皇太后 而她是皇帝 身份永远都更改不了 永远 姑姑曾说 这世间最重要的 并非只有情爱二字 还有更加值得去做的事 我既然精通医术 何不像姑姑一样 游走天下 我喜欢阿妩 很喜欢很喜欢 但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你明白吗 萧吾正正地看着我 眼神中 似乎惊叹与我的变化 混杂着许多不同的情绪 最终她说 好 阿妩少时的梦想是成立四国盟 致力于维护天下公正 约束四国 让大家不再有敌对之分 百姓安居乐业 少有所养 老有所依 这个想法大胆 但我一直坚信 她能做到 新政一年 太皇太后末 而我更名鹿鹰 背着药箱开始游走乡村 抛去了富丽堂皇的城镇 而选择了在各个贫穷村落游行 为穷苦人家看病 见到许多人家的女子被卖被打 女子的生存艰难 穷人家的女儿更难 似乎生来就是在苦难中挣扎 我想 医者 不仅要医身 更要医心 我开始在治病救人之余 为那些穷苦女子讲理 她们很少有识字的 我讲 便会有人憨笑 鹿姑娘 啥是自食其力 一群人吃笑 我毫不生气 耐心地解释道 就是说 女子立誓 可以念书 可以从商 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 依靠自己而活 她们不懂 我也不恼 四年后 游走到一个叫清水镇的地方时 发现这里竟然在开办女学 听说讲书的女先生姓鹿 我好奇地去看 那一袭白衣 气质清冷的女子 可不就是师父 她捧书 正在为一群小姑娘讲文 就如当年教我一样 我并未打扰她 只是默默去了下一个目的地 继续做自己的事 我很高兴 自己有一天真的像师父一样厉害了 又过了几年 四国盟建立 贸易往来 政策交流 甚至还有各国抽出的精锐军事 组成护卫队 在各国驻扎巡视 保一方百姓安定 百姓们都歌颂大齐皇帝英明神武 我隔着万千山水 遥遥相望 心底抑制不住的喜悦 真好 阿妩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我背起行囊 朝着下一个村落逐步前行